好吧 事不宜遲 事不宜遲 时间永远不够用 所以马上开始 其实那个没知道中风到后面那一段 刚好跟疫情有关系嘛 各位读了嘛 传染病 宗教跟传染病有问题 那个非常的贴切 地方型的传染病跟 我们叫做我们叫世界型的传染病 有地方特色的跟没有地方特色 跟不具突破地方特色的 另外全世界的感染病又会传染病 又会收敛成地方型的感染病 两边一直交错 所以那跟宗教一模一样 所以他说了世界的大的宗教 全部没有在自己的地方发展 所以一定要出去 为什么本来发源的地方 比如佛教在印度现在没有了嘛 另外就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发源地 现在都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嘛 一定要往外面 他所说的就是 各位当然都赌了 到底赌了没有 各位如果赌了之后就会知道 发源地本身已经有抗体 所以不容易扩散 所以一定要往外面 所以传教是那一件事啊 传给还没有抗体的人 才有办法定着的话 要说的是那一件事而已 所以我想问违心会是不是一种传染病 地方型传染病而已 一直没有办法供到东京 小咖的 但是就是在大阪 耐良 这次也把耐良县长姿势 供了下来 在耐良京都跟神户 神户就兵户县的一部分 就以大阪为中心 所以本来叫大阪为新会 确实是地方型的传染病 确实 看起来有扩散的迹象 但是先往旁边扩散吧 但是能不能扩散到东京九州 北海道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那挑战是失败的嘛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的挑战是失败的 所以另外一边 倒回来说明 就是大阪不是日本的意思 大阪不是日本 所以大阪 来不定于 口又通明来不定 大阪不是日本 或者大阪的事情 未必能够再变成日本的 均值化的一部分 所以另外一个 当然也说明了 日本的权力的分散 这是Keyword 这是关键字 权力的分散 这个在很多面墙都可以应用到 而且是高度分散 这个已经是日本的完全的关键字 包括企业没老板 这个我已经讲到 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里已经不用再说明了 企业没老板 越大的企业越没老板 我们每一家企业都有老板 最大的台数有老板 长龙有老板 富邦国台都有老板 连中信仪那个老板 不能当老板 还是老板 就是连 郭董不是老板 还是老板 没错吧 郭董说不要当老板 还是老板 没有人认为洪海不是郭董的吧 要干什么大事一定要找他吧 要不要 决定了 所以有老板 有一个人可以决定 但是日本的世界没有 完全的权力分散 而且不是合一致 合一致是在这里开会吗 日本不用开会的 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开完会了 所以那不叫合一致的 要不要 日本的那个会议各位看过吧 这我应该在广播或教室都讲过 知道我要讲什么吧 桌上是没东西的 我们这里在开那个会议 一个一个坐下来 首相最后进来 全部人本来都坐着 首相进来的时候站起来 然后一起在 首相先坐下 大家在坐下 然后记者出去 就没有再拍了 桌上什么都没有 连一张纸都没有 韩国开会上面有电脑的吧 有吧 好像里面什么都有 只有五指化 日本是连纸都没有 五指化的五指化 连纸都没有出现过 那个会议 那个表示什么 全部都决定了 没有人在会议里面讲话的 行事主义 会议是行事主义 让你拍一拍结束了 还在会议里面讲话的人 白痴 不是那个文化圈的人 的意思 所以就不知道力量的来源 另外一个文空气 空气的支配 各位已经学会了 在成用风理论底下 空气的支配 我们就是起伏 那个三本气瓶 三本气瓶一定要读啦 一定找机会告诉各位 三本气瓶 空气的研究 空气是日本教 不会文空气的成本很高的 我们这里就是不会文空气 白目一堆 我是从来不争气的 白目一堆 所以日本教 一进这个地方 一进什么地方 在任何团体 实的或是虚的 知道力量在哪里 但是那个力量又是假的 暂时的 暂时托给他的 那日本的继承叫家督继承吗 一个人继承 那个人就家长 谁都可以啦 那跟公司也一样 家督继承 日文是相继 相继就是我们的继承名词 是暂时来管理这个东西的 包括管理企业 包括管理这个家 包括管理这个品牌 谁都行 所以那跟学员关系 未必有关系 可以透过养子元祖 那个也记起来吧 养子元祖 养子元祖 就是把假的当真的 这是完全的post truth 公律师就知道了 这个叫拟字 法律上叫拟字 把假的当真的 拟字 所以养子是子 还没有生出来的小孩 只要生出来没死的话 就有继承权 郭董今天死掉 但是他太太 现在已经怀孕了 只要生出来没死的话 不是死产 把他当成小孩 郭董的遗产 郭董的产产 这个小孩当然还可以继承 那是假的 把还没有生出来 小孩当小孩的意思 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是 既然假的跟真的 混同的时候 什么是真的会变得不重要 所以这些是假的 谁当首相是假的 谁当社长是假的 但是全部会闻空气 既然你现在是假社长 既然你现在是假会长 既然你现在是假理事长 不好意思 你就是假理事长 你总有一定要离开的啦 或随时可以离开的啦 怎样这意思吧 那另外一个也是说 既然这个是假的 就没有真的权利 那什么样的力量在支配日本 那才是问题啊 没有力量支配日本 日本人会变成今天吗 不好意思 已经三十年没赚钱了 但是大概各位还承认 日本人现在生活 还是过得比我们还好吧 承认吧 这不承认不行啊 已经三十年没赚钱 今天日子还过得比我们还好 哪里一定存在秘密 对不对 而这种秘密怎么去说明 当然权利的分散是其中的很重要的keyword 不怕没有权利核心 你每天换都可以 我常常讲吧 日本常常换首相不是战后的问题而已 战前就一直从有首相 从伊藤伯文开始到今天一直换首相 所以那个安倍晋三总共加起来两次才当八年 竟然是任期最长 我们每个都把当八年 是不是 那倒影也就被你 安倍晋三八年就是历史上最长的 那哪里有问题吧 美国总统常常不是都当八年吗 罗斯武比较快一点 因为他之后大家只能当八年最多 所以一突破 新的例子一出现就发现不行了 那你现在就在购 那日本人是每天想 怎么每天都在换首相 但是会怎样吗 到回来讲 日本人每天都权利中心不在 权利中心不在 没有领导力 到另外一边 你这个归来归来归来的好 怪怪 我们都八年才换一次 从有民选以来都这样 以前不用选 是当到死 也没怎样 他们每天换也没怎样 所以这个系统上的问题 另外就是文空气 文空气跟权利的分散 都没有领导中心 或领导中心是假的 一样每天都可以运行 表示分散在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企业 正式人物也不是没力量 但是当然就是那样而已 企业力量很大 另外学术界力量比较小一点 但是也还是有一定的力量 那民间团体 各式各样讲不完 另外一个我们不会相信的 公务员系统 我们这个公务员系统弱到爆 很容易被左右 我们不会相信他们有力量 虽然每个都是考进去的 也很会读书 但是一进去之后就变笨蛋了 不是吗 没发现过厉害的人 除非政权不变 所以会知道自己的位置会一直在那里 可以慢慢培养这个旧的管流系统 销烷厂 香贫困之类的 之类的而已 但是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知道 一经过竞争之后到底是怎样也不晓得 是不是那在被保护底下 真的这么厉害我也不知道 但是当然具有高度的替代性 但是日本的这一部分 当然也是整一直换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那个组织性格非常的强力 到今天的人还是这样 在日本千万不要惹公务员 每个人都有弱点 只要折到公务员 现在不是一直在抓人吗 连身系人都要被抓了 不抓你的时候不抓你 抓你一定定罪 日本的检查系统只要抓人 百分之九十九定罪 所以那个共才要跑 日常的那个共 那个雷诺来的人 多重国籍 有法国国籍 黎巴嫩国籍 巴西国籍 那个就跑啦 做那个乐器箱就跑啦 那私人的包机 那个世界熟悉的人 就知道一定搬得出去 就走私 把他当乐器走私了 不回来了 他在外面的说法就是这样 我被起诉了 他已经被起诉了 我已经被起诉了 在日本这个世界里面 被起诉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定罪 你觉得我还需要 进行司法斗争吗 违反人权啊 就西方的观点而已 也就是说不用律师啦 那点律师 不用辩护 不用辩护啦 但是另外一边 你也可以说明 日本的检查系统 不随便起诉人 只要一起诉 就一定有罪 这样讲比较快 但是西方的观点 检查系统是行政单位啊 还没有进入司法系统之前 就已经决定百分之九十九有罪 那是什么呢 那就不用审啦 不用判啦 我还雇佣律师干嘛 行不行 对方的立场是这样啊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引渡啊 一样过着他的日子吧 个人本身有没有问题 是另外一件事 个人本身有没有问题 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这个是 日本的大的力量的分散状况 那个人的部分也是那样 看起来服从 不好意思 事实上真的 谁都不服谁 事实上 我又不用看你活着 日本的大企业 没有老板在开诉员工的 只有你自己辞职 你只要自己不辞职 没有被开除那件事 奇特吧 怪到爆吧 老板连开除员工的力量 都不一定有的状况 那个叫老板吗 所以另外就很多人问我 那老师 那日本的上班族 到底在为谁工作 好吧 厉害吧 谁帮我加薪啊 谁给我奖励啊 谁帮我升职啊 谁满足我的那个 各式各样的欲望啊 包括包括上升的欲望嘛 对不对 不好意思全部做好了 在日本上过班的人就知道 那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 你们大概不知道吧 半导体工程师跟人事部门的小姐 薪水一样 知道 薪水一样 薪水赶快 你一定会觉得 那工科的工程师 经过那么长的养成过程 那么累要关在武城市里面 才可以找到那个职位 然后另外 人事部门的小姐 每天请睡睡 在公司本部上班 另外一边工程师要去工厂嘛 条件就是工作条件差那么多 为什么两边薪水一样 日本人也不会抗议啊 觉得理所当然 不过全世界只有日本这样 我们全部叫job型 贾博士那个job 职务不一样就不一样 医院里面也一样嘛 职务不一样薪水不一样嘛 甚至还有业绩的考核嘛 日本没那种事 也没在分股票的 大家还是在干啊 我们都用股票 我要分多少股票给你 股票如果从100块变成300块 你的薪水自动就上升了 这本人也没在搞那个 一个奇特的社会啦 奇特非常奇特的社会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互相之间要闻空气 互相之间 才有办法和平相处 但是也许那个 互相闻空气 就是和平相处的原则中的原则 否则你大部分的力气 要去处理白师问题 拜托 世界还要往前吗 但是另外一边那边 虽然看起来非常的保守稳定 但是人事的轮转非常的快 我们一个公司 特别是家族企业 一个总经理做到死吧 对不对 另外你也不会想说会轮到你 因为你又不是他家的人 大概吧 在创始公司也轮不到你的份 空降了很多 连大学校长空降了都很多 不是这个学校的人突然掉下来的 在日本的话是一组轮 两年轮一次 一年轮一次 三年轮一次 一组轮 一组轮 总会轮到你 你只要乖乖的坐在这里 总会轮到你 要把你同期 因为这个人要上来 他只好去 他未必能力最强 但是他上来 他要照顾他一起的那些同学 同学就所谓的同期进来的樱花们 一起开一起卸的那些人 要再安排他们的另外的 让他们高兴的工作 不要来捣蛋 这一期就是我了 你们到子公司去吧 你们去养老吧 没人会理你们的 这已经是一个默契了 所以那些人也不会造反了 包括公务员 公务员最顶点就是赤长 常任文官的最顶点就是赤长 日本叫赤官 文官的最顶点 到了之后 其他人不可能再上去了 所以这个也有固定的新陈代谢 像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有人总经理干到 董事长干到八九十岁 还在干的当然也有 那个就没办法新陈代谢 下面的70岁人 60岁人 50岁人 看不到自己什么时候 可以变成那个位置 但是空有报复自动就会被抹光了 日本有这个系统 隐居 晚近不是 不是晚近 已经数十年了 大概已经隐退二三十年了 李千家的那个 李千家的 家族收入 那个叫家族 那个叫家族 日本的船船 就是查到李千家的家族 天宗士们 那个就隐退了 自己的名字给儿子 不是儿子 不是儿子 不是不是儿子用儿子的名字 是爸爸把儿子的名字 不是 爸爸把自己的名字传给儿子 自己改名 爸爸改名 现在一百回了 到处演讲 日本福伦社的创始会员 现在到处在各个福伦社自己出钱 巡回演讲 去告诉年轻的社员们 他的人生 有种的 所以说传承 我们这里很少吧 很多都 我们第一代跟第二代 第二代跟第三代之间 我们现在都创业者都快死了 汪洋卿死了吗 顾政府不算创业者 但是死了吧 张总发死了吗 那种真的创业者死了吗 但是在传第二代的时候 都出现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问题 不像他们那么顺利 行不行 所以连不是自己的儿子 都可以传了 何况是自己的儿子 当然更是目的是 而且自己的儿子 也知道自己不是没有竞争者 我们这里是有限的竞争 所以都是儿子们 儿子女儿在争产吗 争主导权吗 要不 连国泰富邦都要分了 不然呢 都在争 但是日本的话 另外一个 他的竞争是无限的 没有界限的 别人的儿子也参与竞争了吗 以前 我不知道写在哪里 我不知道写在哪里 写在 我写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写在哪里 已经忘记了 写太多 大阪的商人 我讲的意思给你听了 大阪的商人规定 要参加我们大阪的商会 就是QMI 我们这个商业组织的 不可以把自己的企业 以前当然叫什么店 什么店 不可以把自己的组织 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规定 所以已经知道传给自己的儿子的避害 想起来是哪一本书了 你看想起来 法兰西斯福山的Trust 我们这里的班长信赖信任 下面出版社呢 立序文化 立序文化 法兰西斯福山 阿公是现在的大阪市立大学的创办人 大阪商科大学 日本三大商科大学 曾奥峰是东京商科大学 就一巧 第二个是神户商科大学 就是现在的神户大学 另外一个是大阪商科大学 大阪商科大学的创立者 然后他的爸爸 一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张旭成教授告诉我 我是他的同事 然后他小时候就看过福山 不是他小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看过小福山 小福山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人 称名非常少 但是错误也非常多 不过这一类的人是这样 不怕错 不怕错 说了你修正就好了 不然你修正我也修正 有什么好怕的 对吧 所以他会否则 他会否则的书很难用 因为还会继续错下去 Trust 信用 信赖 有中文版 又有英文版 又有中文版 这个事实上可以读 而且我们台湾没品牌的事情 他解决了 他解决了 台湾没品牌那件事 中国没品牌那件事 他解决了 香港没品牌那件事 他解决了 法人西斯福斯 有信赖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创造品牌 所以有品牌就是Yangelsakshin 日本 几乎 那晚近的韩国品牌到底是真品牌还是假品牌 对他来说 拳拳拆拆 再看吧 他断定是韩国还会再倒了 他的判断 今天也闻到那种味道 所以韩国三星比如是品牌 但三星又是家族企业 这个放到Yangelsakshin 跟日本的世界不是那样 韩国一样不相信别人的儿子 跟我们一样不相信别人的儿子 彻底的 不相信外人 看你怎么样变内人的问题而已 但是用变的那种人工的内人 又不是内人 都是外人 只有天生的才叫内人 这是我们的特征 所以儿子再烂也要传给儿子 我以前比较常去福林社演讲 老实讲这件事 以前福林社大概都七八十岁的 中小企业主或自由业 也都会面临要传给儿子的问题 找不儿子 有儿子又找不儿子 我就会问他们说 来陈永峰问你各位 厉害的儿子 是用找的比较快还是用生的比较快 没有意义用找的比较快 生不出来 生的出来也养不出来 就你生的出男性的儿子 你也养不出厉害的儿子 就这样而已 然后冲突就会更大 冲突 爸爸是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有阿公就更惨 阿公看儿子都已经不怎么样了 孙子更惨 另外阿公对孙子是溺爱的 只有对付儿子而已 所以儿子夹在中间很惨 大部分都这样 然后又娶了媳妇更惨 大概是我们的故事吧 我们的故事 大同也是那样 那也是金顺 也是那么烂 是不是 不用做都可以都可以活的人 但是竟然可以把那么好的东西做成那样 大同天国是代表 谁教没有大同天国 大同天国是区别是不是台湾人的一种力气 区别台湾人现在大概这样了 是不是大同天国 外国人不知道的 王建民是不是知道 不过王建民有时效性的 很快就会过去了 王建民 不知道王建民的不是台湾人 外国人不会知道王建民的 再来事事有几种 结束 最强的是大同天国 外国人不知道 外国人知道是人工的 他不知道那个意义 他不知道大同的意义 他知道大同天国 但是他不知道大同公司的意义 一个好大学也可以搬成那样 怪怪的 大同大学以前是好大学 叫大同工学院 现在是烂大学 那地点又那么好 还那么烂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 比海边山上的大学 排名还后面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中山北楼呢 表参道呢 那个就是表参 中山北楼就是表参道 表参道 表参道 直接到原山饭店了 对对对宣传 那个就是台湾神社 宣传一下 6月9号 各位赶快报名 6月9号 总共只有60个位置 不会再增加了 因为场地的限制 6月9号 各位报名一下 下午2点到5点 有原山论坛 经济学的吴嘉隆 然后政治经济学的郭宇仁 然后国际关系的黄介正 还有这个不学无术的人 西野 就可以撑三个小时以上了吧 保证值回票价 保证值回票价 但是免费 免费 请马上报名 不然没位置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不知道谁是谁 不太记得别人的名字 请赶快报名 有朋友们 好朋友要 当然这个是一个推广的活动 把好东西分给大家 用大家的力量 如果有其他的更棒的朋友 喜欢读书的 我们就拜托 他们也报名 你就帮他们报名也可以 我们最后会确认 会不会来 因为假设超过的 超过很多要确认 到底会不会来 当然没有 因为没有收费 所以没有保证金 全部自由的状况 各位可以去宣传一下那件事 其他 好吧 这个是背景 这是全部的背景 理解日本的时候的背景 所以日本的组织 为什么 有时候你看到 申西兰很强 一个人这样 主导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么多的经费预算 那是工跟师 工还有中央跟东京都 还有另外那么多企业 要去付钱 买广告 然后电通也接入 博报堂也接入 对不对 那个是多大的 国际性的 那是多大的钱在移动 但是陈文峰说 日本人没有人有真的力量 但是你看那么多钱 在那么多人的地方 首先抓的是电通 广告公司而已 但是你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大吗 对啊 都没有留下证据 但是都有证据 所以哪里 夹康的时候 然后最上面可以 可以压制的 用其他的方法去压制的 例如安倍晶山一走了 整个夹嘛 另外就是另外一个 现在的家都相继的岸田伦雄 要让他扁 一边是不要让他扁 另外一边是我要让他扁 那当然扁啊 我知道所有的情报 官僚系统又来了 说官僚系统一定 为了自己的安全 一定摇摆 绝对摇摆 安倍晶山都死了 那个力量都死了 找新老板 公务员 这是最厉害的方法 最厉害的 台湾的公务员也一样 蓝绿一直摇摆 那种人也存在 虽然你看了很不高兴 但是一定有那种人 日本是集团式的 那也是温空气 现在不是安倍晶山 甚至安倍晶山 死了 没死 还会 还会 远绿一下 远绿是响比较远一点 人都死了 然后看到死了之后的景象 哈哈哈 死了 没错 马上抓人了 从旁边开始抓 申习郎也约谈 申习郎最后就 就会在被起诉的状况 底下死去 未必会见惊 监牢 但是就在有官司的状况 死去 都已经那个样子了 要洗身了 就那样 那就是他的最后 所以表示 申习郎是假货 假货 安倍晶山死得刚好 在那样的状况 死都已经有一半一半的争议 有人支持着要用国 国葬 到底怎么念 国葬还是国葬 国葬 要不要办国葬都一半一半 对不对 50比50的状况 然后最近两次的暗杀行动都跟 嘴巴讲的 那未必是事实 都跟同一教跟国葬 要不要举办 有关系 那都已经是另外的事情了 抓人了 就动了 时间一致 所以你很难否定无关 时间一致 然后另外就是 安倍晶山的弟弟就宣布不宣了 本来是觉得是 暗信夫会先死 结果安倍晶山先死 超车 结果就两个都死了 超车 所以事事难料 另外一个就是暗杀文化在日本是一般 很一般的 非常一般的 稍微念过日本死就知道 那当事人也知道自己会被暗杀 当事人知道 所以日本人确实比较不怕死 这是真的 明明知道今天出去会被杀 一样走出去 这个例子多的是 都已经告诉你说 秘书们告诉今天有这个行动 会怎样 我们不要出去吧 造场 造场到固定的地方让他杀 可是既然他没有 他是假的 他杀了还是 yes 那杀有什么用 所以勋玄族就讲的 那个叫靖腾勇还是谁 就讲这件事 那时候在募集要杀那个将军 将军要最后的将军要到京都去 然后那些流浪武士就革命家 那些革命家就预谋要杀将军 得川庆喜 然后就开会 你看都还公开开会 所以公开募集使势 好 就有人来应征 就有人来应征 爬到某一个 这也是在进度 某一个那个丁屋的楼上 爬上去 然后报名 我要参加 我要参加你们的革命活动 我也要暗杀将军 你知道今天有跟他讲什么 不好意思 土屋 土屋碎山吧 哪一个反正不知道哪一个 其中一个跟要来报名的流浪武士说 你要知道 要杀将军就是要革命 通常都是我们先被将军杀 知道 一定革命的人先死 意思说 你如果走死你就不要来 我们的死 你如果走死你就不要来 你知道那个人做了什么行动吗 跑到楼下的庭院 塔吉巴拉 为什么是橘子树 塔吉巴拉就是那个 京都来的那个高校高校女生 对对的 就是塔吉巴拉 就是橘树 橘树的下面自杀 然后就自杀了 他自杀的意思是什么 要告诉你我不怕死了 那结果当然历史评论家就会说 那个历史评论家叫 我真的连这种名字都要想 我惨了 司马辽太郎 我真的老了吗 司马辽太郎的名字要想 司马辽太郎 以前司马辽太郎 讲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用停顿的 今天竟然停顿了三秒 司马辽太郎就说 用死来证明自己不怕死这件事 但是死就死了 你就没有办法杀将军吗 你真的自己先死了 所以他在讲说 日本人把死这件事看得很轻 轻到爆 然后他还量化 我差点笑死 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差点笑死 西方人跟日本人比起来 西方人比日本人怕死三倍 量化 乱讲 那我们呢 他所有的西方人 当然就是打仗的时候 走在前面的西方贵族 骑士Night 西方贵族 跟日本武士 跟其他人 如果我要问的话 我们排在他们中间 还是最下面 到底我们怕死 还是他们不怕死 但是我们一次又可以 可以死很多人 对吧 又不把命当病 然后也不重视人权 喜欢我们喜欢批评中国的话 这个不重视人权 不把人当人 但是西洋人跟日本人呢 搞不好比我们不怕死 那我们乱杀人 另外一个你可以倒回来讲吧 心理学生大概是这样 真的看过死才会知道怕死了 才会知道死的价 那个生命的价值 倒回来嘛 倒回来 每天都砍来砍去的那个世界西欧 每天都战争的地方 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嘛 另外才会区别开 无关的人跟有关的人 所以只有军 你只可以杀军人 不可以杀平民 我们一直在想 战争了一定全部杀嘛 那我们的想法 跟乌克兰人的想法不一样 平民不卷入的嘛 没武器的人不能被杀的 没武器的人不作战的 所以当有些人说 每个人发一把步枪的时候 我麻烦了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发一把步枪麻烦 就全民皆兵 全部都可以杀 那就白痴了 然后拿扫帚有没有 打到最后一根扫帚 你把扫帚当武器吗 你白痴了 要区别开了 不懂了 确实不懂 另外一个是不知道西方 不知道世界史了 只能这样说 不是说他讲错话 因为他脑袋里面也没那个东西 也没人教他 教也教不会 要不要 所以很多人都会举手 很多残悔里面 台独基本交易牌 举手 我第一个上战场 拜托你上战场干嘛 是职业比赛 又不是业余棒球赛 你上去通通漏街 我还要救你了 不用救吗 不管为什么有衣冠 军队里面为什么有衣冠 要救啊 不是 要不要 野战医院为什么要有 受伤要救 那是战力 没训练 没训练要打仗 用嘴巴吗 不是要我笑的人 但是你又 你又不好意思去说 拜托我买个公司 但是都是讲自己爽的 跟比赛结果无关 杨基跟兄弟对打 你下去捡球吗 会影响战况吗 你球有办法打出内野吗 滚地球到你的手套前 你接得住吗 那一件事而已好不好 别人在打160的球 你100公里都打不到好不好 不然去练习场看看 就那一件事而已啊 所以 这个是世界史的认知 所以读书虽然没用啦 但是不读书很麻烦 不知道别人 不知道别人在干嘛 我差不多讲完了不能再讲了 这是何俊的任务 另外 虽然这个 这个我就稍微提到 刚好因为本来 那部分很重要 就是但是我们现在疫情也过了嘛 疫情过了就什么都不是 但是当然还有下次了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这件事 然后Covid-19 那个就 一个就进入我们的社会里面了 那个当然不是 未必没有了 不过前面的SARS竟然没有了 那好像是真的 SARS就消失了 所以各式各样 永远处理不完 所以这次又做完了实验了 国会打了三剂 自己也觉得怪怪的 自己也送出了双臂打了三剂 结果现在又大概没打好像一样 那种感觉蔓延在社会里面 所以又不能说大骗局 但是有人赚到钱嘛 也有人死了 因为打疫苗死了当然有啊 就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具有现代方法的人体大实验 这个对医学界当然有意义 对社会学界大概有意义吧 有意义 另外对于钱的实验也有意义吧 真的有人赚到钱吗 不然呢 我们最近也用了很多在那 不过那个就不讨论了 各位嘟嘟美照中夫的历史性的发言就知道 一定往外 一定往外 所以台独基本教育派在台湾不会再流行 这个决定了 但是因为其他地方又没用 你把台独基本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发现 从以前就差不多是这样 海外的跟台湾基本上无关的人 台独基本教育派的狂热分子很多 官籍参加活动的外国人多到爆啊 见过外面就知道了 日本美国都是一样啊 然后现在呢 最支持台湾不要跟中国和谈不要在一起 中国很坏不断的告诉你的外国人 外国人啊 我们反而未必那么积极嘛 所以票投出来才会那样啊 不是8比2也不是9比1 所以我们票投出来是那样啊 我们可没有那么痛恨国民党 可没有那么痛恨统派 碰到对的人你也会被骗吗 这里面大概很多人投过科屁吧 科屁不会当选吗 投过科屁的举手 高雄人的话 投过韩国语吧 一定投过韩国语 但是不承认啊 不能怎么会当选 教室里面高雄人举手 投给谁都不说投给韩国语 我认你爸妈一定投给韩国语 没有 不然怎么会当选 没有人投给他怎么会当选 你骗我 行不行 就那么一回事而已 在台北市投投科屁很多的事呢 不然怎么能当选两次 一次就算了 当选两次 不管原因为何 你投给他过 那今天要骂国民党呢 投给马英九人很多 我跟你讲 投过马英九人很多 投过宋厨瑜的人也不少 我跟你讲 不过那个都 那个不过 就用传染病理论来处理就好了 会退潮嘛 那传不出去 比如韩国语的传染范围有限嘛 科皮的传染范围不知道 继续传开 宋厨瑜就传完了嘛 结束了 宋厨瑜病毒结束了 结束了 最后一次了 就越来越弱嘛 第一次你看 第一次连立委选举四十几席 还是五十几席 亲民党四十几个 当然那个时候的立法委员是加倍的 比现在加倍的 但是不管如何 比现在科皮的声势还大 比今天 行不行 但是会退潮 然后传统宗教 就变成民进党跟国民党 是传统的大宗教 基督教跟佛教或伊斯兰教 不容易退潮 就固定的 不会退 基督教 就大教了 大教 其他都是新兴宗教 所以科皮是新兴宗教 连教义都讲不清楚 新兴宗教 有教主 新兴宗教的特征就是有教主 宋厨瑜就是教主 但是也没教义 说不定教义跟国民党很像 有没有 虽然你也不太知道国民党的教义 就像你不太知道基督教的教义一样 不知道佛教的教义一样 但是你还是信了 那个就是传统宗教 已经定定定造化 有可能 但是说不定两个都是外来宗教 长老教会的 态度基本教育派 外国人 那不是我们的 那国民党当然明显是外国人 传进来的 就在大陆就不会出带 YES 但是共产党当然也是外来的宗教 YES 补充一下 刚刚讲宗教的传染病 就是原生地大家有抗体吧 YES 一开始先感染了一遍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都在生一个 就是他的主导权吧 一动不过人家就只能成立心 新兴宗教的感染 所以佛教的时候是 虽然我讲的时候是印度教 印度教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样说比较快 佛教是印度教的新兴宗教 对 那那个什么 天主教也是 对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新兴宗教 这样讲比较快 天主教是犹太教的新兴宗教 伊斯兰教又是基督教的新兴宗教 差了八百年了 所以全部是一神教的世界 基督教是天主教的新兴宗教 YES 就是新教革命 必须要有一个新的 不过我们讲的那个基督教是基督信教 基督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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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信仰 基督教 基督教 然后他分成东西了 东正教 基督教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天主教那边的罗马教会 AE 天主系统 东啊 东教 西教 这边是东教的话这边是西教 罗马教会 反对罗马教会的五百年前才出现 权清聚革命 马丁路德等等 瑕文等 法國德國的那個事實上是一種白話運動 就是本土話運動 德國人用德文讀聖經 法國人用法文讀聖經 英國人用英文讀聖經 自己跟上帝溝通 不用再透過羅馬教會 這個因為我們把它用了天主教 所以這邊竟然變成基督教 這個是錯的 但是事實上也無所謂 所以天主教先 天主教先分成了東正教 然後那個就是東 就是現在的烏克蘭的一部分 然後俄羅斯 這邊 這邊 超級宏偉的 越遠越宏偉 本來是這東跟西決裂 不見面的晚禁才見那邊 那我們說的那個天主教的教皇 是這裡 教宗 那其他新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教派 有不理這裡 事實上是不理這裡 自己處理自己的 所以你在路邊看到的各式各樣 什麼禁信會 什麼真耶穌 那個就是 所有的新教 protestant是反對的意思 對抗的意思 所以就是對抗舊教 所以我都叫這裡叫舊教 聽過吧 這裡是舊教 舊約聖經 這是舊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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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邊都新約家舊約 只有舊約的是猶太教 所以基督教是猶太教 所以你看超容易搞混 你看那麼多都讀過書的人 你看就是會搞混 那主要是因為這邊叫天主教 我們把這個新教當成基督教了 但是不是 基督教是這個 那經過八百年之後出現的伊斯蘭教 伊斯蘭 八百年 伊斯蘭教 伊斯蘭 差八百年 那這邊有三位一體 這邊沒有 因為這邊已經知道三位一體的破綻 這邊有耶穌基督 所以這邊才會叫基督教 有耶穌基督 這邊沒有耶穌基督 這邊也沒有耶穌基督 知道吧 這裡沒有耶穌基督 這裡有耶穌基督 所以叫基督教 這裡承認了耶穌基督就是上帝 所以三位一體 聖父聖子聖靈 所以我進來問一個白質問點 聖父跟聖子誰年紀比較大 聖父跟聖子誰年紀比較大 聖父跟聖子誰 聖父跟聖子誰 你以前在聖經嗎 聖融中學 聖父跟聖子誰先生的 聖父跟聖子誰先生的 發現了 白癡嗎 三怎麼會是一 三就是三 一就是一 所以他否認了耶穌基督是 八百年後 所以他是比較後面的 後泡的 否認了耶穌基督是上帝這件事 所以上帝仍然是上帝 他自稱先知 莫蘭莫德是先知 然後他還自稱什麼 超厲害的 我是最大最後的先知 後面不要再騙了 然後我是最大知的 先知有分大知小知 什麼 我是最後最大的先知 再也沒有了 所以醫師人就這樣訂造話 再也沒有了 沒有比他更大知的 他最大知 所以後來分了實業派 虛擬派 那就另外的事情了 最大知的 莫蘭莫德 那樣負哪會 事實上這些都是 一神教的祖師也猶太教的行星宗教 這些全部的行星宗教 但是是一神教系統 我們就不是 能分只有這樣 一神跟非一神 非一神的世界 包括多神跟無神 所以為什麼中國共產主義可以 也不去攻擊他 也不用 但是就可以留到現在 其他共產主義幾乎都倒了 對不對 特別是 一神教的世界的俄羅斯 你別家 現在普丁是最強的東正教的信仰者 俄羅斯 蘇聯是那種狀況 中國不是嘛 管你什麼無神教 管你什麼無神論 可以啦 沒關係啦 但是俄羅斯沒辦法嘛 所以俄羅斯的共產黨會倒台嘛 是不是 這又是有跟無的問題 我們本來就無 所以你什麼來都可以 我們這裡 耶穌基督不是唯一神 耶穌基督不過就是眾神裡面的一個 對 我們可以自己再解釋了 耶穌基督不過就是很多神裡面的一個 說不定大家理解比較快 所以才會有 你是信牙所 好像你可以信別的一樣 不好意思 只有耶穌基督好不好 一神教的世界 你是信牙所 你是不信牙所 所以我們把它剪話 有驚訝又沒有驚訝 有驚訝又沒有驚訝 你們就非常行事 那已經是手的問題 而不是腦袋的問題了 有驚訝又沒有驚訝 笑死人 既然如此 就不是一神教 你沒有驚訝 上帝也給你管 你有驚訝上帝也是管到你 我們都是上帝的造物 但是說你沒有驚訝 就是你有驚訝就不是 這跟地人一樣 就像基督徒沒有死 你會死 不可憐的嘛 這會死啦 既然地人這會死 地人是什麼人用的 地人是什麼人的創造 上帝嗎 核子武器就是上帝的創造 核能發電廠拚也是上帝的創造 那是有故事的 從前面到後面 今天一次講完又是我講了 真慘 那就是時間論 聖經去讀一下 不是教徒要讀的 創世紀 要嗎 啟示錄 最後了 末世論 這是開始嗎 這是結束嗎 所以我們路邊有那個是末世教會 大家看起來有末世道了 末世道了 末世教會怎麼會有這種教 有末世了結束 有開始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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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有一神教的使館 這叫進步使館 這個叫進步使館 聽到沒有吧 進步使館是每一點都已經決定了 世界詞已經寫完了 寫到哪裡 聖經 照聖經來的 而且已經寫好了 不能再加一個字 不會再加一個字 所以世界詞已經決定了 那個叫進步使館 這樣聽到沒有 所以命定了啦 中國跟美國會相待嗎 中國的解放軍會拍台北 這個決定了啦 你也沒辦法改變他啦 但是電影常常會這樣拍嘛 你改變這一點 後面就會改變嘛 再回到未來 回到過去 就穿越劇 穿越劇 你看我們最早看的就是那個 回到未來那個電影 有時光機器 有時光機器 那就是一神教的世界的故事 只是現在我們應用了 韓國人也在拍 韓國人是基督教世界 你這樣理解 所以那個穿越局 韓國人也在拍 好像改變這一點就沒有韓戰 但是這個都 這個點 每個點都有啦 都有了 都有了 我們假設現在在這裡 假設啦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這些都有了 到最後也有了 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們發展的 這個就是命定論 Destiny 一神教的世界就是這樣 決定了 所以美國人認為他有天命的 本來應許之地只有巴勒斯坦 結果美國那麼大 你看 美國那麼大 你看 上帝對我們多好 我們就是天選之人 我們就是選民啦 聖經上說的 我們是被選出來的人 常常中學大概也這樣叫吧 新的常常中學的人是被選 緊的衛力 總是被選 之類的 有興趣哦 那所以也就是說 講到哪裡 所以這樣的進步時刻 這些都決定了 所以美國人只能努力 沒有你怕輸的 決定了 相信 只能努力 只能努力 其他都是上帝的試煉 上帝跟撒旦一起 所以他丟試煉給你 蘇聯丟給你 你要處理 中國丟給你 你要處理 台灣問題丟給你 你要處理 台灣問題是上帝的創造 南北海問題上帝的創造 烏克蘭問題上帝的創造 中國是上帝的創造 不管多邪惡 都是上帝的創造 上帝在試煉你 是不是真的選你 你只能努力 所以 不是 馬克思韋伯 德國人 就說了 新教跟資本主義的關係 有沒有 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 你不管 你不需要 不需要知道結果 因為結果已經決定了 但是你仍然要努力 知道結果是一種 你被控制的想法 但是既然被控制 就沒有自主性 所以一神教的世界裡面 沒有自由的 但是沒有自由 這一件事情太痛苦 會被嗎 生命成可歸 自由價更高 若為愛情故 兩者皆可靠 所以有順序的 第一名是愛情 第二名是自由 第三名才是生命 所以 但是我們都把活著 當成第一 所以我們把活 沒有活著 什麼都沒有了 好時不如來活 有的青春在 不怕煤菜燒 西方相反 自由 為什麼會強調自由 因為沒自由 在歐洲 最直接的沒自由 第一個來自世俗的 絕對王權的控制 第二個就是來自教會 上帝 絕對王權 崩潔就把皇帝推上斷頭台 趕走 這種事做得到 上帝你趕不走 沒自由 所以要逃 逃去哪裡 逃去新大陸 這個是投客為二講 我們從福建廣東來的移民 好像是為了過好日子才來的 過比較好的日子才來的 甚至到東南亞去的人還很多 為了去賺錢 歐洲移動到美國的移民 不是為了宗教自由 所以法國人才會送給 新大陸的人 送給他們什麼 自由女神 來到自由之地 漢納賀爾蘭也講一樣的話 美國是天堂 你一定會說美國哪是天堂 每天開槍吸毒 有黑白問題 要不要 然後不安全 學校都會開槍 黑道那麼多 是不是 隨時可以開槍 還有擁槍的自由 哪是天堂 漢納爾人 斷天堂 猶太人 這也是天堂 那天堂的意思是 宗教自由 是不是 那天堂的信息 這樣而已 然後自己自己開學校 紐約的新社會學院 那個陳倫健也念過 誰啊 鄭麗文的老公也念過 有在講錢 所以新教的展開 也有助於海洋文明的發展 可以這樣判定嗎 其實他們就跟舊天堂教系統 西班牙跟葡萄牙 挑戰啦 挑戰 挑戰 你也可以這樣說啦 就是 Yanker Sakshin 散出來的 散出來的世界 幾乎都是新教嘛 加拿大 美國 然後紐西蘭 澳洲 沒錯 可以連啦 但是要怎麼連的話 這個我們要開研討會來處理 可以連 可以連 日本就不是啦 日本就另外的故事 日本是另外的故事 日本人一直都在努力的說明 為什麼日本的故事是這樣 所以都有點馬後炮 已經知道結果了 就可以第一到鎖國 另外譬如說 我以前也寫過的 譬如說 內村建山寫的 代表性的日本人 那個很好色的 很好色的 那個人是誰啊 脆的結構的爸爸 假爸爸還是真爸爸不知道 寫茶之書 九尾周遭的爸爸 鋼昌天心 對 日本的美術的最上面 西洋美術的厲害 有多數 我現在真的已經老了 想這些名字 以前都不用 零秒 最近都想超過三秒 鋼昌天心 我為什麼要講 他們就是要講說 日本人有信基督教的資格 白痴 或日本人本來就具有 基督教的特質 有愛 硬把自己跟西歐的殖民地帝國 因為他變成了非白人 非西歐的唯一的殖民帝國 的時候努力的 那些全部是基督教國吧 有沒有發現 努力的要把自己說明成 我也有資格 我也可以成為帝國主義 所以十內元宗雄 十內元宗雄是 內村建山的 再傳地址 中間來隔著一個新杜物道 一樣的基督教教徒 的十內元宗雄就說了 日本是一個太早熟的 早熟是什麼意思 不應該那麼早熟 就是你現在你明明是 你明明是18歲 但是你看起來是40歲 早熟 人情世故都會了 什麼都會了 什麼大部分的事情18歲 人家都還沒做 還在當高中生日之後 你全部都做過了 就早熟嗎 早熟的帝國主義 太早的帝國主義 不應該是帝國主義 但是就變成帝國主義 這個都後來他的解釋 書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自己去精讀就會知道了 連台灣的地主 他都沒辦法處理 台灣的地主 台灣的農民 還擁有了選擇 種甘蔗或者種米的力量 台灣的地主沒辦法消滅 這到今天又沒被消滅 清的時候的 大豬小豬沒有大豬 小豬 小豬戶留下來 然後縣耕地人 留到現在所謂的 括號真假不知道 台灣五大家族會被罷 但是台東五道家族現在都還在啊 今天都還在啊 在日本時代沒有被消滅啊 國民黨來沒被消滅 沒被消滅 沒有那些人都不是台灣人 我跟你講 有特殊能力 姓古的姓什麼的 華南銀行的姓林 都是班橋林家 然後再拉一個徐炳 徐炳那個徐炳的後代 那比較沒落的是台中的林獻堂啊 這樣而已啦 其他都還在啊 都開銀行啊 誰能開銀行 誰能開銀行 是不是 所以 表示不管他們怎樣 有特殊能力讓自己不沒落 另外一個相反的就是對方的力量太弱 包括日本殖民地統治者 包括國民黨 力量都太弱 非得跟這些人 某一個某一種程度維持合作不可 對吧 消滅不完嘛 沒辦法消滅嘛 不然孤政府呢 自己想就好 這裡不能講 孤政府自己有自卑感 在這裡不能直接講出來 不好意思 因為被錄影 因為他們還在會被追殺 確實 所以孤政府跟孤連松哪邊比較大 沒辦法回答 孤連松不用想 不懂吧 不懂 以後教你們 但是今天不明白的說出來 等下一次的讀書會 處理孤憲榮問題 好不好 孤連松那邊遠遠的壓制 孤憲榮那一席 不是我講錯 孤連松 孤連松是子子 孤政府在我們的輩分上是叔叔 叔叔弱 子子強 但是子子的爸爸早就死了 站前就死了 媽媽是孤 顏秀霞 那是真貨 但是孤顏秀霞被白色恐怖抓進去關 關了三年半的樣子 所以不要高不輕恥 所以不要高不輕恥 有點難處理 有點難處理 會被追殺的 不騙你 那個力量大到 你沒有辦法想想 所以那個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厚道 像別人欺負我 我是不會反擊的 不反擊 等你自滅 完全不反擊 完全 你自己的希望就給你抬 拜託 撿了四合張的手 不行 為什麼要講這麼無聊的話 差不多這個意思 我還是何俊 何俊吧 我可以講一筆 請 何俊是台大大氣息鼻 然後師大的地理系的博士 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 對 所以大概連鐵路也知道吧 什麼都知道 天上的地下的全部都知道 現在在中研院 來麻煩一下何俊 我看到這一張轉字上 很主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講那個 嚴峻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開始 在那個年代 是用海洋 去連結 每一個陸地 那 他一開始 其實就講到說 你在現在 不只用海洋可以連結 他 可以用海洋去連結 然後可以用短路去連結 就是我玩 玩亞裔就是他已經寫到台上去 那我們在地理學界 學界有人在講一件事 就是網路空間這個東西 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 被學術界定義的空間 那 包括說 老師之前講到一個 飛地就是 某一個 像阿拉斯加斯 你國的一個飛地這件事 那 飛地這個東西在 地理學界有人在講到的東西是 像矽谷這件事情 飛地嘛 對 飛地 俄羅斯也有飛地 對 好 繼續 那 所以 這個其實都在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連結這件事情在現在已經不是用海洋去連結 而已 他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可以去連結 那 他可以跨越空間 我相信我也可以跨越時間 對 真假 我不知道 說明一下說明一下這什麼概念 跨越時間這什麼概念 就是 愛因斯坦造出來 很差嗎 就是 未來的科技 或是說未來 懂的事情 我們現在可能 我們的肉身沒辦法 那但是可能 在多種宇宙的情況之下 或是說 人類已經進到那個 你現在講的優勢進步時關 沒有 我在講 他沒清楚的是 梅兆忠夫的生態時關是在摧毀進步時關 對 我在想思考說 我是不是 完全挑戰馬克思 因為我從小看小鈴鐺 我現在叫哆啦A夢 小叮噹就是這個 對 但所以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他不一定是 一條線的 他可能是好幾條線 雖然日本人的小叮噹 對 日本人是的 進步時關 日本人絕對不是循環時關 我們是循環時關 我們 我們是循環時關 所以我們超級愛做回收的 吃雞 美國人沒有人在做回收啦 好 單單這一點 京都議定書不簽啦 對不對 法國什麼什麼退出嘛 有沒有發現 然後每天找其他的星球嘛 誰在跟你講一個地球啊 那有夠好配呢 實際的旋轉時關 地球只有一個 夾子有一個 繼續 我超級會插嘴的 然後我不小心被老師抓去那邊 就是 那個老師剛才講那些 那個 舊教跟新教的 舊又變成 新又變成舊 然後又變成新這件事情 其實會跟 那個也是 其實是 我們在做循環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因為 我們的地方 因為環境研究所 環境研究中心嘛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我有在教環境教育 就是 我們不得顧啦 環保那件事 真的跟循環時關有關嗎 不一定 它其實是我們的空間 跟我們的 我們的空間被壓縮 我們只被限制在這個地方 我們得處理 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 所以 美國人不用啊 所以美國人是外擴的嘛 他找另外一個星球 所以他沒有環保概念 整個太平洋都它的 然後 現在整個太空都它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那種概念 我們才需要去自己處理 我們又不能夠 但是 這是大陸型的 就是負責在土地上面 我們超級愛買房子 愛買土地 這是我們 這塊塊是我們的 我們沒有想說 我們再去找沒有人 無主地 我們沒有無主地的概念 沒有 我們土地是用買的 對 可是 所以才有限嘛 因為已經都是有主了嘛 我們要跟A買跟B買 這個人是大地主 這個人是中地主 然後這塊地很美 我們要跟他買 我們要買嘛 但是沒有想到說 這個框框之外 不是很多無主地嗎 算了就好 但無主地 我後來在想說 那個海洋時關跟大陸時關 未來 因為地球只有一個嘛 地球其實 它就是整個大陸的 的這種概念了 會越來越趨向 海也是路啊 那路會變海嗎 相反先問你一下 路會變海嗎 太空是未來的海 對 但是我又回來 我剛前面講的 因為科技或是現代的發展 已經不是空間可以限制大家了 但要幾年我不知道 不是年的問題 不是時間的問題 只要會到就可以了 對 就是 它的連結就不會是空間連結 它可以是不同什麼東西 我現在想一個東西 老師就馬上知道的那種連結 或是說 一百年前的馬上知道 就類似腦波就傳過來 就傳書不需要我們去按那個Line 或傳Email 就直接傳過去 對 感覺啦 感覺 但是這本書現在在處理的事情是說 他超級學術的 他一個一個學術來 來去 我覺得是加注 他現在超級實用 他金剛線之士當了三屆 現在超級實用了 每天跟中央對桿 那個磁浮列車要通過那個金剛線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站 他就那一小段把他當起來 動開 不讓磁浮列車過 來繼續 原來 對 所以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非常實用的去一個一個學說去 我覺得是批住 把他自己的東西加進去 然後 我目前看到就是說 把連結這件事情想得很重要 那要說細節的話就是說 他現在 他把他要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大陸 之前那個 沒照中复化那個大陸 然後他 要你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這裡面的 他的土裡面有很多個有水的地方 有大的 陽的 有湖的 然後 有太平洋 有印度洋 有 有 那個水稻 那個那個運河是哪 突然忘記 巴拿馬運河 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 那個運河 他把他那個也是 拓展連結的一個方法 那 要我們腦袋裡面建立出這些水 水域 然後把這些水域 再把他們全部連在一起 他在講這個故事 對 然後 那同時用 比較細的方法去補述了說 大陸上有很多東西是有阻隔的 比如說把地形加進去 然後某個維度加進去 這樣子 對 這是我目前 最大的感想 跟我覺得可以分享的東西 我先不加進去 其他有讀書的同學有什麼 有什麼最佳的意見 自由發言 我覺得在這邊 他把北朝中夕的那個路的部分 他把海田沖進去之後 甚至把東南亞跟東歐再畫出來 其他多了一個就是 我覺得多了一個解釋 那其實當然也是在 補足北朝中夕的不足 那他因為完全忽略了海洋這一塊的 的事情嘛 那其實他們就是 我覺得就是更超越啦 就是在學術上 那更超越 他新進來的一個那個 他讓 整個架構上面更補足 就剛剛講水的部分 那因為 北朝中夕很純粹處理路的問題而已 但是就是把 水的部分 海洋的部分 造成的影響再帶進來 我覺得這個 如果兩個加在一起看 會更 具象一點 可是我覺得他也不是說 完全反對沒遭重複 其實我覺得他是補足啦 我覺得他是補足 對 不能講沒有挑戰 就是補足大於挑戰 對對對 我覺得其實本來以為說他是 完全是challenge他 那不過 聽他這樣補足了以後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 還是有一些東西啦 事實上是 是不足的啦 比如說我想到就是 其實在他這個地圖裡面 其實美國就不見了 對 對 完全沒有處理新大陸 對 所以新大陸是英國的 或西歐的 擴張 外圍 所以才會 我才會替他們解釋說 Yunger Sakshin 或新教是由東往西移動 從英國到美國 跨過大西洋 當然到了美國還沒有停 又到了 新大陸最西邊 新大陸最西邊 就是太平洋的東岸嘛 也沒有停 一直到 一直到 今天來到了 太平洋的最西邊 這懂我意思嗎 這個Destiny 這個是完全的 文明西進論 這個各位讀過嗎 美國人講的 這是他們在開拓 美國新大陸的時候 一直往西部大開拓 我們看的那個西部 西部牛仔電影 就是那個意思 一直過去 一直過去 當然 那當中包括了殺印第安人 殺原住民 一從東往西 所以我才替他解釋 不會停的 還透過了太平洋戰爭 那場戰爭 就叫做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 決定了什麼 美國力量 到了太平洋最西邊 然後到了川普 你以為他是後退嗎 他是前進 印度洋進來了 不是嗎 雖然那個白癡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他是非常虔誠的新教徒 他第一任老婆 也是在教會認識的 第二任老婆 也是在教會認識的 自己還蓋了教堂 給那個新興宗教的傳教師 離他的川普總部 距離大概五百到一千公尺 對吧 同一條街嘛 所以大家都去上那個教堂 覺得會嫁給川普 完全的 完全的美國型的 新興宗教主義 一直由東往西 所以他很多人在講 很多人在講 美國離我們那麼遠 跑來管南海 東海的事情 管台灣海峽的事情 多麼無厘頭啊 錯 美國在這裡 在我們旁邊 美國是台灣的鄰國 徹底的鄰國 那鄰國不是今天啦 台灣1895年變成日本 美國1898年佔領 或取得菲律賓 所以日本跟美國變成 直接的鄰國 所以一定要站一場 就決定了啦 那那個決定站就是太平洋戰爭 要決定太平洋的霸主是誰 在海洋國家的內部的紛爭啦 那時候大陸國家正在弱的時候 對吧 所以決定太平洋是誰的 所以晚禁不是習近平在前面而已 太平洋很大 可以榮下中美兩國 白癡嗎 現在你就知道了吧 不是說誰霸道那個問題 而是世界史的脈絡的問題 不是說誰比較無厘頭 不是那件事喔 就是這樣 然後他也不理你 他不上路的 海洋民族不上陸地的 所以如果 如果輕鬆讓他通過的話 通過了印度洋再回到地中海 就這樣啦 再回到耶路撒冷就這樣 完成了他 替他們的上帝 拓展勢力範圍 那個叫傳教 所以美國的傳教性 這個聽得懂嗎 美國的傳教性 不是他霸道不霸道 是美國新教的傳教性 傳教 這麼好吃 你是怎麼沒吃 你當然會講說 我們不愛吃 你就叫我們吃 這麼好吃 你是怎麼沒吃 2018年的潘石炎講 就是這麼回事啊 我們援助了中國50年 那從尼克森開始算起 1972年開始算 差不多50年左右 我們援助了你50年 結果你還 還覺得我們不好吃 明明這麼好吃 你還是不懂 那另外一位優等生 就是台灣的位置 是從那裡才開始的 特別提到台灣 台灣是一個優等生 你看 台灣就學得很好 硬生生這樣告訴你啊 你同文同種 然後我援助 援助中國50年 從尼克森開始 然後 然後恢復建交 要不 不承認了台灣 承認了北京 那個都是附属的啦 事實上那個都不重要 我已經教你這麼多年 給你那麼多錢 現在又讓你賺那麼多 川普的理由是 中國賺那麼多錢 不能好好商量一下嘛 你賺的錢是 我的系統裡面賺的錢 那個我也說過啦 中國是附著在海洋的 自由貿易系統裡面崛起的啦 是這樣 這個但是當然對方會說 中國人很勤勉啊 只有我們才行 不然你去印度看看 差不多講那件事啦 但是確實是美國系統嘛 要不要 花旗銀行 麥當勞 星巴克 全部都進去 還有什麼 全部進去了不是嗎 不然呢 那郭董也是 也是 也是海洋的啊 不然呢 花俏資本 台灣資本 日本資本 不是都是這樣嗎 幫你當成生產基地而已 不是嗎 等等的理由 但是如果 不承認這件事 又有點麻煩 那現在 今天當然努力的 不承認這件事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都是靠自己的 你們很霸道 一定要聽你的嘛 一定要照用你的嘛 不然你創造出新的價值啊 不好意思 再跟各位斷定一次 你想得到的所有的 世界型的價值系統 全部是Younger Sakshin 籃球 排球 棒球 Tennis 乒乓球 小到這種球類運動 足球 全部都是 另外 軟的 你又不用不行的 信用卡 保險制度 海商法 要不要 銀行 哪一種不是Younger Sakshin 英國都沒落那麼久了 英國的City 仍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是不是 香港以前是英國情的 不然呢 大陸國家賣出來的規則太少 這樣講比較快 但是不是說哪一邊有哪一邊烈喔 不在說那些事情喔 是現在 包括我們在這裡開讀書會 這個是海洋型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要嗎 可是那裡面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中國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北 一個是南邊的 其實南邊的你看那個圖 一個是海的 都是海洋的 可是 老師這部分就是說 你講 Uncle 對 你跟他對比的時候 他那個海洋性格的 強弱的問題 可是這一塊的 其實我相信 以前 我不是靠法律 其實他 他在這邊有一看 如果到南洋去 去怎麼去 去經營去賺錢 其實這一群人 其實他 這一群也是海洋的 對 可是他們不是用 UGGES UGGES在那部分 沒有創造規則的能力而已啦 他們應該有他們的規則 可是自己的規則 對對對 現在 會慢慢被消滅 還非常海盜型啦 對 非常海盜型 其實我覺得 那現在台灣就是屬於這裡面的 因為常常用常常的區隔 對 其實你看 那時候那個 清末的時候 東南九層 這有啦 白石龍的書啦 東南九層自保 其實是一個很海洋型的事情 我跟中央無關 白石龍齁 就是想像了共同體的日文的翻譯者 跟他太太 白石塞 但是後來兩個人離婚了 他研究菲律賓 跟一個菲律賓的學者 在一起 所以就跟他老闆比婚 對不對 這個 歷任日本重要的學術界的位置 康萊爾大學對不對 所以文化人類學的力量很大 我們台灣是無瑞人翻的嗎 日文就是他翻的 也有再版 白石龍 我現在提出來概念就是 有海的亞洲 也有陸的亞洲 這個當然就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表示中國的多樣性 我們在講中國的時候很麻煩 把浙江跟新疆一起講的時候很麻煩 把蒙古跟西藏一起講也很麻煩 把北京跟深圳一起講也很麻煩 所以中國的概念非常的複雜多樣 甚至一個城市裡面有那個什麼什麼村 都市裡面的村 但是這個台灣事實上也有 都市裡面的很奇特的地方 日本當然也有 比如說部落區等等都有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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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城市裡面的部落 城市裡面的的的的的 相對上跟城市隔開的地方 那個那個是世界上到處都有 比如說等一下 這是關於海的海的海的海洋亞西亞 跟跟跟跟大陸亞西亞 這個我剛好說到了的樣子吧 第二十頁的地方 第二的部分 日本位於海洋亞西亞的邊垂 相同的歐洲也位於海洋亞西亞的邊垂 這個看得懂嗎 甚至可以稱為遠洋 就離海洋亞西亞 日本雖然看起來很近 但是是在最外面 那歐洲相對於日本或海洋亞西亞 當然更遙遠了嘛 這個從後面可以這樣 後面那段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當初寫得出來 自己不知道 由於就下面這一句 由於西歐諸國一直渴望入手 拿到東南亞的各種物資原料 單單單單胡椒或後來的咖啡等等 蔗糖等等就是這樣 單就此一歷史事實 就可以將歐洲視為邊垂 他想要來東南亞想要來印度拿東西 就表示他是邊垂了 中心才有好的東西嘛 所以甚至找新大陸 找到的是西印度群島 那是什麼意思各位都知道嗎 是要找印度 只是從另外一個方向 結果找到了西印度群島 就是加勒比海 發現了跟印度有一樣的東西 就認為那也是印度了 所以現在都還叫做西印度群島 可是既然用盡了大部分的力氣 還會死人的狀況底下 要拿東南亞或印度的東西 就表示自己是 他們是邊垂了 西歐是邊垂了 另外一個 梅兆忠夫也寫過了 西方跟日本的決戰晚了200年 是因為日本的鎖國嘛 而日本的鎖國 讓日本的力量 在西歐進了東南亞印度的時候 日本沒有在那裡 所以沒有打起來 如果日本還在那裡的時候 一定打起來的意思 的意思 那種無聊的推論 但是竟然想得出來 所以表示太平洋戰爭 或者是日本對東南亞發動侵略 一國打四國以上 一國打美國、英國、法國、荷蘭 你看一國打四國以上 但是一開始全部打贏的那種狀況 是歷史的必然 歷史的必然就是這個 一定會發生的 日本也一定會敗戰 那個也決定了 日本會放棄政治 今天努力賺錢也決定了 賺完錢又不賺錢了 這個也決定了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日本 不然就不會接近台灣 看不起我們的 晚禁 才在講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本來不理你的 對它不重要 知不知 政治搶的時候對它也不重要 經濟搶的時候對它也不重要 全部是付出品 大家全部看那麼大的大陸 是誰都知道的事 但是只要看大陸 日本就輸 這也是沒照中國講的 只要跟大陸發生了交涉 就一定輸 就一定出問題 所以要日本人好好跟海來往 那個海就是美國 好好跟Yangrusha 海洋民族合作就可以了 不能打要合作 所以那個叫日美同盟 但是要打輸才知道 所以說兩邊都是邊垂 日本也是邊垂 歐洲也是邊垂 這個就跟美照政府理論是一樣的 所以第一區域是邊垂 不是核心 我今天要帶來另外一本書 這是地政學 地政學不是我們那個地政系的地政學 地理政治學 地理政治學 就Hot Hotland 對有核心地 核心地 就是美照政府講的歐亞大陸 核心地 其他都是周邊 所以說 當揭開歐洲近代序幕的大航海時代到來的時候 西歐諸國反覆在亞西亞 蔓延擴大的物資爭奪戰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都是因為西歐強權的殖民地問題 才產生的 是為了爭奪殖民地 才在歐洲大戰的 他們自己打來打去的 是歐戰 都是事實上的歐戰 美國你也把它當成歐洲的延長的話 美國的參戰 一樣都是歐戰 所以複水而來是西歐的工業革命 及殖民地擴張的過程 這個就是歷史了沒 但是帶給日本的卻是 在同一個時間 日本卻是德川時代的鎖國 也就是說西歐跟日本 雖然歷史發展的方向相反 但意義卻是相同 就鎖國跟擴張是同一件事 都是意味著 從支配世界史的中心地帶 海洋亞西亞 脫離的脫亞 日本也在脫亞 西歐也在脫亞的意思 但是他的實質的意義 一邊是西歐進入了海洋亞西亞 日本脫了海洋亞西亞 再意思 這個是傳聖平台的獨創 說不定梅澤東夫真的沒有想過 後面這邊也有意思吧 我也念一下 所以梅澤東夫生態史觀跟傳聖平台的海洋史觀 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 這剛剛大家都解釋過了 也不是二者擇一的問題 世界史的前進軌跡 永遠比我們任何人想像的 要更為多線與複雜 台灣史也是一樣 不像歷史不像白米賽跑 反而更像馬拉松 前面跑第一名的人未必是第一名 這誰都知道 能不能跑完都不知道 是不是 完全看不到終點 一白米賽跑是直線嗎 你在起跑點的時候就知道終點了 就人拉線在那裡等你 馬拉松是看不到的 你開始跑他還不拉線了 誰拉啊 要等兩三個小時嗎 不拉啊 開始跑了 即使還要回到本來的運動場 有沒有 大部分都回到本來的運動場 有的不是啦 回到本來的運動場 誰理你啊 你跑完我們在這裡休息了 兩個小時之後開始準備 所以看不到終點 過程也不可預測 所以這個就是 梅造中夫所強調的自發性演化 或者是自發性的消長 這已經是生物學上的問題 或生態學上的問題了吧 也就是說不管是路的原理還是海的原理 都只是世界史或地球 這個場所 當中相互作用 並且對抗競爭的原理原則而已 路的原理說明了乾燥地帶的油木 和濕潤地帶的農耕兩者之間對抗 跟棲地分離原則 所以棲地分離原則 所以棲地分離又出來了 這個是梅造中夫的老師 驚喜謹思的理論 各過各的 我一直在講台灣跟中國 各過各的就好 沒人聽得懂很累 真正很累 各過各的好不好 驚喜謹思 他的研究是京都的鴨川 鴨川的上游跟下游 不好意思 不一樣的生態圈 所以沒有那種強的 會消滅所有弱的那種事 沒有沒有 這是突破達爾倫的說法 單單一條鴨川就突破達爾倫 不是進化論 心地分離 不管你同不同意 但是是一種說法 不過你就調查看看好了 弱的有一定會死光嗎 強的一定會全勝嗎 沒那種事 而且什麼叫強 什麼叫做不知道 恐龍都死了 蟑螂留著 哪一片牆 看起來了恐龍牆嗎 從延續那件事 從時間的觀點 蟑螂最強小牆 現在小牆也死了 我們星野再也不會拍電影 所以星野不強 發明小牆人不強 輸共產黨 寫不寫 我要說的是這件事而已 我以前怎麼會寫出這麼厲害的文字 奇怪 自己都不相信這是一寫的 現在沒有辦法再寫出來 這表示以前讀書讀得很用力 用力到爆 所以 氣地分離在哪裡 等一下不見了 另外一方面海的原理 則經常帶入於日常生活 及社會基本結構 意識的事物 知道外面的東西會一直進來 因為自己也要出去 所以別人會進來 早就知道這件事 所以才需要規則 rule of law 所以才一定需要這件事 這個不是法律喔 就是日常生活的規則 那不是法律 而且因地制宜 你馬來西亞不會跟倫敦一樣的 不會 自己知道 印度不會跟日本一樣 不會 印度就用是印度的 日本用日本的 其實你在我的支配底下 所以英國的殖民地統治 是間接統治 全部照本來的 特別對香港你們知道嗎 那種都市型的殖民地 自由方針 我們會背而已 不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因地制裏 法國跟英國的殖民地管理的話 相反 法國是殖民地 就是河內 河內跟巴黎一樣 所以這兩種 法國那一型叫做直接統治 英國叫間接統治 當然都沒有百分之百的直接統治 也沒有百分之百的間接統治 但是想法是 法國人 法國人 殖民地是法國人 英國人是 印度人就是印度人 兩邊 印度用印度法 有印度總督 總督管理一切 總督治 那個從那個 這當然不是有法國跟德國的足球隊的對比 就法國足球隊就彩色的 彩色彩色很早就彩色 不是現在的彩色彩色 那德國本來都是都是白人 現在當然也變成有一些顏色了 這兩邊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你也可以說是因為德國第一次事業大戰就輸了 第二次事業大戰又輸了 他很早的階段就放棄指令地 也可以這樣說明 就各式各樣的說明法 不是單一的說明法 但是單單這樣就造成了足球隊的組成顏色不一樣 哪一邊強哪一邊做我也不知道 德國有德國強的地方 法國有法國強的地方 晚進好像是法國比較強一點 時間的話晚進 我小時候德國比較強 小時候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可以接受 意直性的東西 那另外當然他 我要諷刺的當然是大陸的排他性 老師比如說儒教主義科舉制度 還有體庫的 那麼早就有體庫 一樣的東西考了一千多年 所以你只能念那些東西嗎 其他不用念就不考嗎 就像現在法律系一樣 法哲學不考就不會念 絕對不會念 謝謝 我是不是沒時間嗎 我希望沒時間 這麼貴分 十二點 好 所以如果我們接續 美洲中复的陸地史觀 跟穿勝平台的海洋史觀 把由這個後面這一段厲害 這已經是台灣史的部分 把中國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 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所構成的世界單位 這世界單位是這個人的發明 世界單位是誰的發明 我又忘記了他的名字 師葉燦 你看 全世界最好的東南亞研究所的創始人 唱唱 但是後來因為一直換秘書跟我一樣 一下麗莎一下 一下子桑尼現在變成Grace 半年內換了三個秘書被告 然後就下台 失業場 然後去當和尚 日本的東南亞研究的第一名 他所提出來 世界單位論不是用國界論 所以他完全聽過陳永鋒的 民界跟國界論 民界國界論 這是National State 還是我抄他的到底是哪一個 我抄他的 還是我抄他的吧 他已經死了 好吧算我抄他的 不過他講的 我再把他衍生的話 就是不是用國界線的 他看東南亞也是這樣 他的研究的領域是東南亞 不是用國界化的 東南亞很奇特 很簡單的告訴各位 東南亞沒有國對國的戰爭 只有國內的內戰而已 有政變沒有國對國的戰爭 請問你有聽說過馬來西亞打印尼嗎 還在同一個島上 馬來西亞有兩邊知道 菲律賓那麼壞 海盜那麼多 有菲律賓的海盜跟印尼 馬來西亞發生大的糾紛 讓你聽到的嗎 沒有 以後台灣人被抓 用錢就換回來了 找誰會不知道 另外一個世界 國跟國之間 國境線明明都連在一起 你現在腦袋裡面的 世界地圖裡面的國境紛爭 在東南亞有嗎 少 少到爆 只有中國的南海那些島 中國進去 中國不是東南亞的國家 所以東南亞全部的國家 可以一起參加東協會議 但是東協會議並不是一個 很緊密的組織一定 一定合議制 但是你看東南亞各國 它在經濟發展的水平上面 差距非常大 這個大家都分級的 第一集新加坡 但是那是都市國家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是上面 再來中間左右的是印尼 菲律賓 現在越南上來了 對不對 最下面一集是大家都不要講的 柬埔在寮國緬甸 另外一個小國是汶奶 那個有石油所以很有錢 你要怎麼看他都可以 你把他當成跟新加坡同一集也可以 你把那兩個小國放進去 放在最前面當然也行 就這樣 生活水平差距那麼大 對吧 不會打來打去 一起開會 也很少互相要錢 是不是 但是一起跟外面拿錢 他們蓋高鐵都不用錢 蓋高鐵都 拿來蓋好不用還了 比如說原借款 跟中國跟日本競爭 在印尼還是印度的高鐵 全部不用蓋都不用還 我們高鐵花那麼多錢 印尼蓋高鐵不用錢 多厲害 東南亞 東南亞是 特殊 特殊地方 不過就像沒在中部講的 大家都要進去 甚至影響了世界史 但是你看 天真浪漫 只要去過東南亞就知道 那個人真的非常純粹 純粹到你用你的想法去看他們 我們是白癡 他們是天才 但是你會覺得你過得比較好 他們比較髒 一定不傻 一定不傻 東南亞是天堂 東南亞不用工作也有飯吃 不會餓死 農作物不用管理就會自動生出來給你吃 地理系的知道吧 我們的灌蓋需要人工水道 准那個就是人工水道 日本人用人大力量要准 到處都有准 然後桃園台地要池塘 水庫 對不對 越南泰國都不用 自動就去浪漫 所以倒作的原型就是越南泰國 倒作 我們要把我們的土地變成越南的土地 才有辦法種水道 越南的土地就是那樣 什麼都不用做 就有米可以吃 那我現在也會收拾 那椰子樹不用管理 椰子自己會掉 還會砸死人 椰子有熱量 有水分 有蛋白質 有脂 什麼都有 當然人都自己長 不用施肥 不用管理 自動的 然後天氣又相對的熱 然後也沒有水資源不足的問題 天氣又熱 不穿衣服也會活 那我現在收拾不會冷死 那是你看高維度會冷死 日本人會冷死 倒作一年只有一手 我1993年去日本留學的時候 那一年剛好冷夏 隔年的米貴到爆 只好吃泰國米 那時候就學會吃泰國米 日本米貴到爆 我們一年南部三貨 中部兩貨 台北應該是兩貨吧 我們有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是叫你修耕 我們米多到爆 我們這種世界 日本那種世界或北美 這個世界史你只要一知道 就全部都通了 台灣為什麼新竹桃園是工業地帶 一看世界史就完全通了 美國不是南北嗎 南邊有黑奴嗎 因為是大的農場 現在還是喔 因為農業剩餘多 所以單單靠那個就會火了 但是北邊的話 五大湖區都是工業地帶 比如說底特律做汽車 所以非得南北戰爭不可 要幹嘛搶工人 要把農奴解放 解放黑奴是為了讓農奴 可以移動到北邊去 變工奴而已 農奴生活不好 但是有得吃 工奴一被解聘什麼都沒有 變流民 但是這個要靠打一仗來處理 另外一個當然要講的為什麼 南邊因為土地條件比較好 所以大的莊園地主會出現 只要靠那個就可以活 所以不容易工業化 工業化的初期一定是在平擠的地方 台灣也一模一樣 加南平原只要靠農業 就還有農業剩餘 結果呢 先工業化的是新竹桃園台北 台北當然是商業化 另外一件事 商業工業化全部在北邊 不好的地方 另外再用族群跟山縣海縣來看的話 台山縣是不是比較不好的 客家人比較多對不對 沒有辦法種水稻 種什麼 茶種水果 結果現在茶跟水果 比較具合高度的附加價值 所以全部逆轉了嘛 那那邊為什麼要種茶 為什麼要種水果 土地不好 就這麼簡單好不好 你以為客家人喜歡住丘陵地喔 被趕過去 這樣講比較快 不想講太大聲而已 結果逆轉 現在住不好的地方的人營 台灣的南北都這樣 台灣這麼小都這樣 你把它放到全世界去 越好的地方越先被佔 越先被殖民 中南美 美國南邊 中咖啡 我們現在喝的咖啡還是這樣 背給你們聽好不好 世界上咖啡種最多的地方 第一名巴西 第二名印尼 第二名越南 第三名哥倫比亞 第四名印尼 第五名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是原型 咖啡的原型是非洲 東非 其他全部都殖民地了 全部 五個全部殖民地 喝咖啡就是咖啡的消費量 金額喔 不是量 金額最高的美國 第二名日本 第三名法國 第四名英國 第五名德國 全部是過去的殖民地國家 就這樣分成兩邊 背完了 自己想什麼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 你們不知道 世界上交易 商品的交易金額最高的是石油 這個能夠理解吧 所以你電視上每天 報紙都會看到石油的價格的波動嗎 會影響你的生活 第二名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猜得出來嗎 咖啡 第二名咖啡 黑金 理由不明 理由不明 所以說的有沒有道理 剛剛講的 哪裡是中心 西歐人 日本人 為了拿到東西 用盡力量包括戰爭 包括支配殖民地 還有拿蔗糖 還有拿咖啡 拿克克亞 拿其他東西 拿胡椒 我都覺得怪怪 香辛料 要拿香辛料 要戰爭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沒聽過 表示拿回去歐洲的大賣 就亂死了 用盡一切力量 成立各式各樣的東印度公司 不是 東 東 東 對 對 講出來是有美自信 怎麼會這樣 東印度公司 各式各樣的國家 不是只有 所以那個是有牌的 武裝貿易船隊 包括來到台灣 比如我們說河南佔領台灣 亂講的 知道了就知道 亂講的 一家公司而已 可以 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 鄭成功是武裝 私人武裝貿易船隊 括號海盜 海盜 趕走了有牌的武裝貿易船隊 東印度公司 同意嗎 所以那個把它放進台灣史裡面 荷蘭佔領過台灣 鄭成功統治過台灣 下面還有更厲害的 應該是講到這個 更厲害的 小小一篇 為什麼要這麼厲害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我們接續 就是 構成的世界單位 剛剛講到這也是 實野唱 實野唱的書以後再介紹給各位吧 實野唱的東南亞研究世界第一 稱為中華世界的話 如果把中國 台灣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所構成的世界單位 稱為中華世界的話 那麼 我們又可以把中國大陸稱為 大陸中華世界 對吧 這個是這個又應用了 白石龍了 不好意思 我又超人家了 而把台灣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稱作海洋中華世界 正常分 眾所皆知 自從鄧小平帶領中國 重回世界史舞台以外 就是改革開放以來 是十幾年了 現在應該五六十年了 立的方向一直是從海洋 中華世界不斷的朝大陸 中華世界作用 知道吧 外資很重要的是 其中一部分是華僑資本 不管他是什麼人 包括美國人在內 有非常多的華僑資本都進去了 所以是外面對 鄧小平的中國的大陸 中國的作用 但是晚近 相反了嗎 隨著中國強力的回歸世界史 中國的世界史回歸 與過去的方向相反 大陸中華世界 對海洋中華世界的力的作用 越來越明顯 不是嗎 看到了吧 就這樣嗎 以前是我們去投資當大爺 很多人講過去的故事 80年代90年代最早去的人 去像皇帝一樣 現在呢 謝謝再見 要逃都逃不了 現在我的朋友都到越南去了 移動去越南 繼續去越南當皇帝而已 就現代性而言 台灣豪威於問世海洋中華世界 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上 最具平衡感的地方 我一定要這樣歌頌台灣嗎 台灣位於 台灣位於 我一定要這麼愛台灣嗎 台灣位於大陸中華世界的東南 東北亞的西南 自己看啊 這個是地理啊 這個傳承平台也講這件事了 東南亞的東北 一方面可以說是跨越 三大自然地理學上的世界單位 這應該妥當吧 但是反過來說 也可以看成是位於 三大世界單位的邊垂 對吧 這就是每次都中副理論了 所以從地理政治學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流行到爆 你看陳元鋒已經講多久了 這叫地政學 地政學是我們現在講的地緣政治 同一個英文字 我們六月九號的圓山會談 就是圓山論壇就是要講地緣 所以是政治學跟經濟學的連鎖 台灣的東部一直 當然還是安全保障的連鎖 台灣的東部一直到一個多世紀前 就是剛剛各位講到的 台灣東部仍然是漢民族東闊的地理界線 對吧 在過去沒有了 台灣的東邊未必是最東邊 是漢民族因為有界線的 原住民的地方進不去的 所以都有人子官那個牌子 人子官人不要進去 還有那個什麼 塞德克巴萊不是就是 就有一個曖昧地帶 曖昧地帶是誰在做生意 就類似了 那客家人很多 客家人就是那個大的 大的緩衝地 大的緩衝地 不夠厲害 有待人的台灣有待人 客家人全都不要得罪 再說一次 我得罪的客家人都很慘 打不贏他們 所以不要得罪 另外 直到70年前 大日本帝國 仍以台灣作為 它的公式帝國的最難端 知道吧 在台灣以南就沒有了 這雖然網東南亞扣張的時候有 那世界單位的邊緣性交錯 所以台灣不管怎麼看 都是在最邊緣 這大概大家可以接受 可以說就是塑造台灣多元風土的謠音 風土兩個字是那個 挖茲雞的 挖茲雞鐵之路 挖茲雞 這是京都學派的代表 挖茲雞鐵 風土的研究 這已經翻出來了 不知道誰翻了 中國大陸的樣子 風土 這裡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 日本東南亞區 白石龍出來了 白石龍這個字出來了 姓白石叫龍 就曾經指出 東亞 在這裡指的是廣義的東亞 包括東北亞 及東南亞的歷史 一直都是在海洋亞西亞 跟大陸亞西亞之間的相互影響 相互作樣底下發展而來的 海洋亞西亞代表著 對向外發展的亞洲 在不 向外的 以互相反 所以你說的我們的廣東 福建的我們的祖先們 那個就是向外發展 他不是往西安去 他不是往內陸去 當然也許也有 對對對 他是往海這邊來的 以互相貿易網絡 所以有點海盜 鄭成功是泉州人 鄭成功父子是泉州人 以相互貿易網絡結合而成的 資本主義型亞洲 而大陸亞西亞 我12點半一定要走 不可以超過 我會來不及 大陸亞西亞 這是內向發展的亞洲 這一樣 以鄉生跟農民為中心的 農本主義型亞洲 這是水浮傳的世界 往內的 所以你看 中國的古典小說 全部是網路 西遊記是網路的 不是往海的 西遊記啊 水浮傳也是內陸的 連金庸小說也是啊 內陸型的啊 對不對 幾大幫派全部是三民啊 中國型的啊 中國新的啊 就是金庸也是中國新的 海的故事不多 小島那個 這大陸的外面那個小島 金門馬祖那個是大陸 金門馬祖不是島 金門大陸 金門馬祖那個是 附著在大陸旁邊 所以台灣麻煩 金門馬祖是島 金門馬祖是大陸 那台灣是大陸嗎 這個是大問題 到金門馬祖 那澎湖是什麼 例如地理上 澎湖是島還是大陸 那金門馬祖是大陸 這個知道了喔 這個完全知道 金門馬祖是大陸 所以金什麼小山通什麼 金門人的講法 你就聽著就好了 金門馬祖是大陸 澎湖呢 這是一個啦 另外台灣 這樣來區別 說不定就知道了 所以台灣是不是金門馬祖 澎湖是不是金門馬祖 那澎湖是不是台灣 我澎湖的學生來到台灣 有時候我都覺得 以為他們是外國人 我來台灣幾年了 澎湖人 澎湖學生 我來台灣幾年 我突然會覺得 這個是不是橋生 這是東南亞來的 馬來西亞學生 然後又講台語 我來台灣歸年 然後又有一點腔調 一直想這個是什麼人 澎湖人 有名的台灣史學家 徐雪基嗎 澎湖人 澎湖人 長老教會 澎湖人長老教會 非常特殊的人 非常非常特殊的 研究了物豐林家 就是不處理古賢榮 大概也被警告過 我猜的 近代海洋的系 依靠大英帝國的 自由貿易帝國主義 對吧 只要海 海就是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 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 不佔你 只跟你做生意 非常間接的 括號柔軟的統治 以及戰後的美國的和平 這個Pax America 到處都在講 這是真的戰後以來到今天 美國所創造的和平 就是沒有大國跟大國之間 G7沒有在打了 G7用開會的沒有在打了 其他戰爭都是假戰爭 就算中國打台灣也是假戰爭 不打就知道誰贏 真的假戰爭 美國打任何人都是假戰爭 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也是假戰爭 假戰爭 要結束馬上可以結束 不結束 打得超爽的 假戰爭 有一天中國打台灣也是假戰爭 這樣理解就好了 但是當然對我們來說是戰爭 今天對烏克蘭人而言 對烏東的人當然是戰爭 毫無疑問是戰爭 毫無疑問是戰爭 世界史來看 Gay 真真假假 換句話說 台灣正好處於東跟西 兩大歷史動力的接點上面 所以比如說就像斷層一樣 一定會地震 那震就震到我們 事實上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中國跟美國的問題 或中國跟其他地方的問題 或美國跟其他問題 結果震都震到我們 我們會感受比較強 美國人相對天真 如果不是911的話 美國人不知道有人會打上美國的 所以911把他們嚇死了 怎麼紐約的大樓會被炸垮 沒有想過 日本偷襲珍珠港 你看都還是在夏威夷而已 美國人不知道什麼叫戰爭 來自乾燥地區的 到不來 來自乾燥地區的惡魔去炸他們的大樓 所以看到那個是乾燥地區的 這個說不定 坐飛機來了 不是騎馬的 但是力量有限 就沒有後援部隊了 沒有後援 跟蒙古騎馬民族不一樣 沒有後援部隊 所以沒什麼好怕的 即使用飛機沒什麼好怕 用網路沒什麼好怕的 事實上我覺得 所以也就是說傳統理論 當然它有可使用性 也就是現在騎馬民族已經 就算你有網路 你有飛機 你學會的開船 或船的意義變了 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沒有來試看看 不能講而已 不能真的希望 中國打台灣打看看 真的 不能講而已 但是講出去了 被錄起來 所以 兩者不斷的拉扯 兩者不斷的 12點21分 還有9分鐘 準時離開 先去發車 先去發車 並且不斷的被拉扯 這跟日本在政治政治地理學 日本的地緣政治學上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 所以一直拿日本跟台灣對比 也是這件事 最後8分鐘 任何問題 陳鋒風的問題 太厲害了 自己念都覺得 這是人寫出來的嗎 老師剛剛討論會有講到說 知名地統治 間接跟直接的那種概念 但是都不是原型 台灣 你說日本 那一段 日本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既間接統治 厚騰心平主 當然是間接統治 但是做不到 到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敗戰 你知道總督府裡面 那麼多行政官員 只有兩個台灣人 而且都是衣官 都是衣官 台灣人只能當醫生 他有階段性的 有階段性的 所以用那個來證明說 台灣並不是間接統治 但是台灣又不是直接統治 因為台北的法律 跟東京不一樣 所以才會有那個 林憲堂 或者是蔣衛水他們的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嗎 兩邊都不是 所以日本這個 後發的殖民地帝國 法國也學 英國也學 自己成本非常高 另外又不是白人 白人就白人 日本人長得跟我們一樣 還一起打棒球 加農那個故事 這是日本殖民地統治失敗的大象徵 行不行 白人統治一定隔開 不隔開 我的生活哪能被你看 我哪能讓你到家裡來 一定隔開的 不隔開怎麼會有權威性 你現在進得了富邦家嗎 不理你的啦 誰理你啊 雖然我在黃大衛秀 也碰到張中某夫婦看電影 所以他們就不是貴族了 張中某夫婦不是貴族 施政榮我在永康街的 他出來我進去 小小的 那叫什麼 六坪小館吧 半江大學旁邊 說好吃不好吃 但是大概 因為他們是夫婦 我也是夫婦 兩千塊一定吃不完嗎 出來坐計程車 平民啊 施政榮平民 那是很深的感覺 台灣是平的 平的 他吃跟我一樣 坐計程車不怕被綁架 隨便藍的 以前是用藍嘛 現在當然用轎車 現在比較安全性 但是你看 他都用藍計程車 沒在怕的啦 就沒有隔開嘛 白人一定跟你隔開的 完全隔開 跟黑人都隔開了以前的故事不是這樣嗎 金恩博士以前的故事 巴士 學校的巴士 前面做白人 後面做黑人 就這樣就發生衝突 現在當然沒有了 但是黑白問題有結局嗎 是不是 所以日本統治 低階啦 低階啦 然後我們那個魏德勝 是魏德勝 魏德勝系列 去拍那個卡諾 我們自己自己在美化那個 日本的殖民地統治 我們自己有問題 自己白癡 台灣人自己白癡 但是當然不能完全否認 沒有那種事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裡面 對日本人也是美化的 那個老師的那個 那個對話 那個是美化的 跟事實都不符啦 李登輝講的 我22歲以前是日本人 那個也是亂講的 你22歲以前 你講你是日本人 沒有日本人 沒有認為你是日本人 現在才在講自己是日本人 你那時候講你是日本人 講講看 誰理你 反正那個時候你會強調自己是台灣人 一定的 差不多啦 不過那個不重要 這個全球是歷史的流裡面的一部分而已 當然心理學上的 隔了那麼久 中間又隔了緩衝地帶的國民黨 所以懷念起日本人 這個也是心理學上的問題而已 那韓國就沒有那個緩衝地帶 所以韓國人只能恨日本人 沒有緩衝地帶 所以國民黨的作用有很多 對台灣人的心理衛生 對台灣人的心理衛生 那個國民黨的存在真的很棒 沒有它不行啦 到今天都很好用 到今天都還非常好用 不好意思必須結束了 下個禮拜好像有課嗎 下個禮拜也要上課 那就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繼續 今天只能到這裡 今天比較趕 要去領